各位派財,各位派財,各位派財,各位派財 我們今天來到魔力面城鎮和大家拜個年 在庫哈列轉 在庫哈列轉早期的時候 我們已經介紹了內地的魔術師和玩啤牌 和收藏家炒起啤牌 那時候大概是一、二、三年左右 那時候正直起飛的時候 就開始那些Black Ghost那些東西被人炒起 一、一年還沒炒起的 所以當時我在庫哈列轉都有特意介紹過這副牌 這副就是金光閃閃的B牌 庫哈列轉本書裏面都有介紹的 它裏面最特別的地方 廣告牌是有中文的 中文 還叫簡體字 而且它裏面那些東西全部是像銅錢那樣的 我今天沒有理由翻兜介紹這副牌的 首先我給大家第一個驚喜 這副牌除了出藍色之外 後來市面上就開始有些紅色的 整個利是鋒 它特別不是用白色線的 以前那些是白色線的 是的 這個是用金色線的 是的 我當時都開始儲貼紙 所以我的貼紙是貼在後面 但是它有趣的地方是在於什麼 就是藍色這副它是啞色的 但是它紅色這副是用令金色的 那些貼紙有進步的 所以我懷疑不是同期的 不是同期的 應該是同一年出 但是都是這個紅色的簡體字介紹 是不是 那裏面其實都是廣告牌 另外就是 即是積裏的特別是黃一些的 不知道為什麼 它是黃色的 好 那之後來呢 這個就是13年的時候的牌 然後就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 情況 就是這幾間大牌子 Aristocrat Fourney A 都炒得很厲害 Hoy, Bicycle, B B這個就 賣了給中國 賣了給內地 是的 它的廠在大陸 其實它可能已經是在聊天了 出這副牌的時候 因為它賣了一副B 你想想 B 最大的市場在哪裡 在大陸 不是大陸 在隔離 是嗎 是 澳門嘛 賭場要用的嘛 你這樣說也對 雖然澳門也是中國 包括分割的第一步法 是的 但是它用的量大到 即是永利那些 那時候見到B就出過副牌 是 那時候就是中國 現在已經是九年了 鼠猴虎吐龍蛇馬羊 一年都沒有出過 喉雞犬 已經三年了 好 今天拿回這一副出來 這副藍色和這副藍色比較 你很明顯看到這副是 中國風勁多少 上下脈蜂 上下脈蜂 有些過年 佔著水仙花的 托盤的感覺 這副還沒有開 整副還沒有開 繼續是寫美國製造的 然後就 不如拜託你開 我不知道怎麼入手 這副還是寫Made in USA 是的 不過它是編號168 拜託你開開它 有沒有魔術士的刀 你看到藍色這副是這樣之外 其實紅色這副 都是很好的 我們真的很喜歡Bicycle牌 另外也是比較幼身的戒鑽 其實這副藍色和紅色是一樣的 好了 開到了 開到了 有些包裝袋就 太實了 是的 Bicycle牌通常都有這個情況 這副你留意 它已經沒有了貼紙 那個紙質就是用這隻暗紋來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隻暗紋呢 那隻暗紋就是中國那些 好像那些籽那些 是的 開來看看 你看到 這裡以前沒有燙金的 內地人都是喜歡燙金的 那些很豪華 你連這個細字都燙金 真是悲聲 這些細字 這些細字是老花都看不到那些 B和B這個品牌 就是屬於哪個擁有的 哇 你看裡面 以前是這樣的 現在是這樣的 奇普Feel 很厲害 接著有兩個瘦字 然後這裡裏面 又是兩個壽字 我感覺上這個似乎是棉納 有些像棉納 真的 真的像棉納 裏面全部都是印了 整件事很拜年 很適合拜年 整件事 好了 終於有這個技術了 可以不只是印這隻 假裝金色的油 這隻真的是金油 金油 但摸上去塞幾不同 咦 是喔 是喔 不同的 這些像台灣風的那隻 可以看一下那個 好了 讀來聽一下 這裡 大家看到金油 是不是 我讀來聽一下 嘩 這裡 這個 慢字在上面 英文也很長 A Exclusive Limited Release Royal Bee 皇室蜜蜂 這隻叫做 Inspired by the richest imperial clothing 你說得對 原來它是受這個 最貴的皇族的衣服 所以認它 所以你說像棉納和旗袍都是對的 這隻叫做 讀回 不懂得這麼普通 我可以讀的 帝皇蜜蜂 獨家限量發行 設計靈感 源於頂級絲綢建制 能勇名貴珠寶的黃袍 閃耀的金色標章 精湛的印刷技術 只為獨具餵眼的理 這完全是中國感覺 帝皇蜜蜂象徵財富與威望 不驚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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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叫不驚異 不驚異間追顯 你的名譽和地位 很驚異 很刻意 不是不驚異 就是這樣 帝皇蜜蜂 好 這裡你看到 其實它用電腦文做 有一點點失望 其實不用做兩個 做一個就好一點 但是最誇張 喜歡金色到什麼地步 這隻是上一回合 上一回合 這個 彩色Joker 舊版 我來了 好 這樣 金到這樣 油到金到落尾 但是這個畫面是燙金的 都值得玩的 如果你當作是想要儲開的話 然後這隻是黑色 這隻葵線Ace 那些蜜蜂裡面是金色的 好 還有這些是燙金的 這些位置 這個B字 這兩隻蜜蜂 裡面 燙金的 看蜜蜂 這個OK 反而我真的好看 這個比較好看 這個很霸道 很霸道 我覺得如果你要去旅行 那些蜜蜂 就好看一點 是啊 或者這個只是蜜蜂是金色 是的 竹卡不是金色 這樣就好看 是的 好 這裏呢 金色油 其實技術都高的 如果只是落金油 在那個邊那裏 你看到其實它只是邊 好了 下一個要看的當然是 Jay King Jay King 來吧 來來來 緊張 嘩 很拆閃 拆得很緊要 所以他說金色絲巢 就是因為那件衣服 瘦了一些金絲上去 金絲上去 金絲上去 如果這裏 看回舊的那副牌 就沒有金絲的 金油的 有少許不同的 它金色油 就不是金絲 它假裝金油 舊的事 假裝瘦花金絲 都是幼身階磚 技術來講是比這副厲害的 一定 如果以講印刷技術 是比這副厲害的 大家都看一下 很有趣 這個 怎麼樣 你見不見到 他那個King 他的胸口是掛著兩個 對 對 有時候不是這個 沒有這個 還有他加了一些中國風的東西 對 唯一好處 他沒有硬弄銅錢 嗯 硬弄銅錢 我覺得是醜樣的 其實 以前舊的褲有 是啊 舊的褲我覺得是醜樣的 另外這副 另外一張 這個介紹牌 就沒有中文了 這副竟然 只用英文 嗯 這個市場賣給我 對 他這裡就說 一如皇帝的褲一樣 這一張就是用最高的技術 和專業的方法去印證 但是皇帝的褲在西方社會 是另一件事來的 皇帝的新衣其實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 沒有三張 所以其實都真是 不過這副牌你覺得怎樣 這副牌 你感覺如何呢 要不要Fan一下他 需要 你最後感覺如何呢 Fan一下他 放下來 剛剛開 不像Bicycle出的 是啊 我也覺得不像 是啊 是 少了那隻 finishing 那隻 其實怎樣知道呢 我自己又沒有你這麼高的 Fan牌技巧 它這個 Bicycle最好 因為它沒有那個框 它有個邊 不是 就是B B號 B就沒有邊 但是你看到 這樣搓它 這個是搓得順一點的 這個呢 它搓得沒有 沒有這麼好的 其實 還有我留意過它不是 Air Cushion 來的 是啊 它是 因為它要加金油 Air Cushion 它要加金油 它十字才是突上來的 是啊 而且它變成你 浪高了它 它中間是吃空氣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它有點絕一點 因為它加了金色油 它還沒搞定那個技術 現在的Bicycle就做到了 是啊 現在的Bicycle 因為它那個 它變成你Fan牌的時候 這個呢 它可能是給它洗牌用的 是 還有 勞損會高一點的 這隻 很快的 勞損會高 因為你Air Cushion 你中間有空氣隔著 你這個勞損就會快很多 還有這個 來計是沒有吸力 副牌 是啊 完全沒有吸力 它可能真的擔心你的人 有手汗多 那這個結論是 那個結論是用一次的 我打算 玩一次就扔 玩一次就扔 那大陸土豪 一副一副不出奇的 那就是 免得你落汗 是不是 都不出奇 所以這副牌 你看到就是 用來儲 用來儲 因為這個是一個延續 對我來講 就是由我最早期介紹 聶主要去到這副 我沒得不買了 是不是 但是他整個家族真的有很多副 是啊 這副算不算是新的呢 這副算是新的 相對來說是新的 因為之前我介紹過一些都很貴 今天就先介紹這裏 祝大家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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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